洗碗的五个坏习惯会增加患癌的致病风险 看看你有没有犯错 尤其是第二个 很多人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第一个坏习惯滥用洗碟精 自从有了洗碟精 不论多张的油 我都可以轻松洗掉 成为每家每户必备的产品 那你是否知道洗碟精的成分呢 我们最常用的洗碟精 光看配料表特别简单 那么它的真实成分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的主要成分是 碗肌硫磺酸钠 脂肪纯迷硫酸钠 泡沫剂 蒸愁剂 香菌水色素以及防腐剂 其中碗肌硫磺酸钠和脂肪纯迷硫酸钠 是因离子表面活性剂 它们都是实化产品 如果没有漂洗干净 长期与身体接触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而且某些非正规的厂商 还会在洗碟零零加入甲醛 这些都是违法行为 有的价格非常低 外包装很漂亮 其成分非常劣质 一旦我们用这些产品洗碗后 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还有一些劣质的洗碟零 闻上去很香 所以购买洗涤精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厂家 选择那种不伤手无残留 并标注有食品级的洗涤零 第二个坏习惯就是我们经常犯的 吃完饭后不立即洗碗 将碗筷泡在水中 浸泡一夜 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有研究表明碗筷在泡水中 每隔20分钟细菌会增长一倍 特别是我们的筷子 大多数是木质或者竹质的 如果我们将碗筷 浸泡在水中一旦超过4个小时 细菌就会大量繁殖 其中包括黄曲霉素和油门老杆菌 这些都是市委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 所以餐后应该立即洗碗 第三个坏习惯就是清洗完之后不控水 碗和盘子湿漉漉的就放入碗柜 碗柜在潮湿环境下会容易滋生细菌和微生物 有的质量不好的碗柜特别容易生锈 我们正确的做法把碗洗干净之后晾干 或者用干毛巾擦干水分 再放入碗柜中消毒 第四个坏习惯是错误使用洗碗布 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曾经发布的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显示 抹布中含有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白色链球菌 沙门市菌等19种病菌 如果抹布乱用洗碗的时候就会侵入碗中 当我们在使用碗的时候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口腔内 所以要用专门的洗碗抹布 每次用完之后可以用开水煮抹布 这样可以有助于杀菌 第五个坏习惯就是碗块抹布长期不消毒 有的老铁会问家里没有消毒柜怎么办 我们可以煮一大锅水把洗净的碗块放入水里面煮五分钟 或者用蒸笼蒸汽 蒸五分钟也可以消毒 另外也可以用开水烫满 这样也有消毒的作用 这五个坏习惯你是不是也遇到过 学会了赶紧点赞收藏吧